爆發了這個巴基斯坦的恐怖攻擊案 背後到底有沒有陰謀論 而且呢是不是有一些人 在操作這件事情呢 包括巴基斯坦的巴士爆炸案 三名是中國大陸籍的水壩工程師 還有28名的中國大陸的人 因此而受傷了 結果呢16號的時候就發現 巴基斯坦的總理呢 伊姆蘭漢就說 這是恐怖主義的襲擊事件 定調就是恐怖主義 那中國大陸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也說 請務必把恐襲的兇手神之以法 另外有一個報紙叫德奧茂 他說是自殺了炸彈客所為的 另外呢17號最新的就是 中國大陸到巴基斯坦小組 到現場來默哀 那這個事發地點非常重要 因為呢他是中巴經濟走廊的上游 叫做這個達蘇水壩 那中巴經濟走廊非常重要的一環 那紐約時報呢就特別說 美國若從阿富汗撤軍啊 神學士因此擴張了 所以導致阿富汗的秩序有崩潰到鄰國 包括上邊的塔吉克啦 巴基斯坦等等的 另外呢大家都知道 神學士曾經為新疆的維族的武裝分子 提供了庇護場所 所以呢 美國的國務院的前官員魯斌說 如果阿富汗更混亂的話 就會讓維族人找到立足點 所以呢這一連串看起來好像是說 越亂越好啊對美國有利益啊 這個案子其實在中國大陸的歷史上來說 其實它最近在全世界幫助很多地方的基建呢 其實是死傷最重的一個恐攻事件 那事件發生的這幾天呢 有很多很密切 像你剛剛講的很多兩國的密切的往來 那麼包括李克強跟巴基斯坦總統總理 然後趙克志呢是跟巴基斯坦的內政部長 那經過兩邊的挫傷以後 最後是定調為恐怖攻擊 所以我們現在也就可以用這個官方的定調 目前正在去繼續調查的這個方向 就順著往前推 我記得在美國阿富汗撤軍的時候 我們在這裡曾經講過 阿富汗在美國撤軍之後呢 馬上就會造成一個權力的真空 造成這個區域的動盪不安 因為以前將近20年 雖然有很多的交戰 但是它畢竟是一種動態性的平衡 可是現在美國一旦撤出去以後 立刻它的動態性的平衡就消失了 那你可以看到就阿富汗來說的話 那個土耳其進入了那個接管阿富汗的機場 塔利班去俄國 在上個禮拜我們說他們去俄國 去說明他們的立場也對中國喊話 那馬上就是接壤的巴基斯坦 那我們平常不是那麼熟悉巴基斯坦 但其實巴基斯坦裡面有兩個 比較重要的分離勢力 兩個都陸續對於中國大陸的駐巴人員 進行了不同層次的攻擊 一個呢當然就是我們這次 很多人在討論那個巴塔 就是巴基斯坦的塔利班 它跟阿富汗的塔利班不一樣 它是2007年才開始創立的一個組織 這個組織呢反美也反政府 尋求獨立 另外有一個是 是秘錄之分離主義 那秘錄之就是我們更熟悉的 瓜達爾港 那麼秘錄之分離主義的這邊 它的人種制度跟它的整個的文化 歷史呢都跟其餘的巴基斯坦不一樣 那麼他們跟阿富汗到伊朗的這邊 一大系列的秘錄之人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從巴基斯坦的政府的角度來看 它境內本來就有兩支反政府的武裝勢力 一個就是巴塔 巴基斯坦的塔利班 一個是秘錄之的分離主義 那秘錄之分離主義過去在2019年 有瓜達爾港的恐攻 2021年有兩次啊 對於中國的外交使節團的不同的攻擊 有一次是在那個酒店停車場的大爆炸 我相信很多人都還記得是2021年 就今年的4月 所以政府本來就有內部有一些不穩的因素 那麼在阿富汗美國撤軍之後呢 這個整個區域都在變動 包括了土耳其俄國甚至南部的印度 都在不同的變動的情況之下 就產生了各種各種的土壤 那麼這兩個反政府的組織 他們在巴塔來講 他們不希望藉著中國大陸 對於巴基斯坦的機械跟經濟援助呢 創造了一個更為世俗化的 成功的巴基斯坦 因為他們本來希望能夠建立的是一個 神國化的伊斯蘭化的巴基斯坦 那麼在這個南部的秘錄之這些人呢 他們就是希望在這個過程中間 他們的主導權能夠得到確保以外 他們的分離主義的主張 他們長期認為 他本來就不應該屬於 巴基斯坦的這個主張呢 能夠得到伸張 所以這個都跟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 尤其是這個中巴經濟走廊 到瓜達爾港都有一點相關 所以你看我們前段是看到的是 瓜達爾港那邊的恐攻 現在是最大的一個水利計劃 就是印度和上有最大的一個水利計劃 這個達蘇壩水電站這個工程 是非常非常的龐大 那是葛州霸公司來做的 那麼他們對於中國大陸來講 當然有針對性 所以非常重要的你可以看到 兩國的官方都非常明確的重新確認 他們中間的鐵關係不改變 然後共同一起要去向這些恐怖攻擊的人 因為到目前為止居然並沒有人來聲稱 他們是恐怖攻擊的主導者 那為什麼我們平常看到恐怖攻擊都有主導者呢 恐攻的人其實是一種非常懦弱的人 他藉著去傷害無辜的人去主張他自己的政治立場 所以他們通常都會宣稱說這件事情是我幹的 所以你們媒體要來報導我 所以你要去報導我背後所主張的這些立場 這一次在達蘇這個水電站的部分呢 還沒有人來說 不過很多人都會認為 巴塔跟秘露之分裂主義這兩個勢力 恐怕中間都會有一些千絲萬里的關係 是 因為芊姐剛才特別提到說 比如說這種恐怖組織他們如果犯案的話 他們是巴不得要馬上承認的喔 就說是我做的喔 那這次就覺得奇怪了 為什麼沒有人承認 尤其在巴基斯坦大家都知道 跟中國大陸是巴鐵 所以趕快要第一時間要定調 那到底怎麼樣呢 官方也要說啊 搞清楚他們就定調是一個恐怖攻擊 那到底誰來下這個毒手的陰謀論呢 現在有四種說法 我們想問一下亮哥 因為亮哥最懂這種國際權謀的 第一個當然是芊姐剛才說的 巴塔 巴基斯坦的塔利班 第一個是有可能的嗎 因為巴塔曾經就製造過 多起的打擊中巴關係的惡性事件 芊姐剛才補充了嘛 巴塔就不想要 這個建這些東西嘛 最好呢巴基斯坦失敗最好啦 不要跟中國大陸搞在一起啦 這是第一個 而且呢 美國撤軍了之後 巴阿的邊境的暴力啊 就開始是比較沒有的嘛 比較冷淡的嘛 現在變得活躍啦 全力真空啦 另外一個就是IS跟基地組織 蓋達組織嗎 這些呢 如果是他們犯案的話 他們應該都會馬上說 嗯 是我幹的 是我幹的 但現在都沒有嘛 他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沒有承認呢 另外當然有可能是印度嗎 因為有一些地緣的關係 那當然也有人說啊 難道是美國的CIA嗎 到處搞這種顏色革命 因為前一陣子 中國也有一個人員在酒店被炸 那一次是在秘魯茲那邊 事實上巴基斯坦的塔里班 跟奧富汗塔里班是不一樣的 那奧富汗塔里班已經走到2.0了啦 因為他曾經在1996到2001執政過嘛 那那個時候坦白說就是極端政權啊 那後來經過這二十幾年的折騰啊 他也逐漸開始要調整自己 要做一些國際務實的一些轉型啊 那可是巴基斯坦塔里班不是這樣 這個是歷史造成啊 坦白講也是英國人造成的 因為普什圖人被英國人硬化成兩塊嘛 他就畫了一條杜蘭線啊 那事實上巴基斯坦這邊的普什圖人比較多喔 他人口有大概有三千萬 那那個阿富汗那邊大概只有兩千萬啊 巴基斯坦這邊是比較多的 可是他們始終沒有辦法當主導的民族啦 因為他在巴基斯坦就是少數人嘛 所以他始終覺得他被巴基斯坦的主體民族壓迫 那秘魯茲是更邊緣的啦 因為秘魯茲更窮 而且更貧窮 更窮 所以就因為巴基斯坦當初合在一起 你知道他的歷史過程嘛 他是巴基斯坦上幾個地方拼起來的國家嘛 這是很亂 那所以就變成那個普什圖人 就始終他不滿意 然後秘魯茲人也不滿意 那這個普什圖就產生了那個極端主義者啦 因為巴基斯坦是一個俗世俗化的 一個回教政權 可是這一些人還想搞政教合一啦 所以這個就很麻煩啦 所以我基本上比較傾向認為是巴塔幹的 就是那因為那個地方在中北部 在北部啦 北部 那離那個秘魯茲還有段距離 我認為是比較可能是巴塔幹的 那他為什麼現在還沒承認這個 因為才剛發生啦 再看子彈飛一下 因為美國這個時候出手說不過去 太快了嗎 對 因為美國跟中國 其實在阿富汗還是有共同的利益的部分 他沒有必要在這個時候把局先翻啦 那第二個就是印度 印度比較偏是偏秘魯茲那邊 倒不是偏北部這一邊 那秘魯茲事實上一直是 有外力要搞獨立 要讓巴基斯坦難以統治嘛 那這個地方也是長期 就巴基斯坦最頭痛的問題啊 那可是我覺得 可是這兩個地方 剛好都跟一帶一路有關 所以中國大陸坦白說啦 他真的要處理巴基斯坦問題 恐怕不能只跟政府打交道啦 因為這個牽涉到 那個政府的有效治理的問題 比如說你現在就看到了 你的未來的瓜達爾港也在秘魯茲 那你沒有辦法不跟當地的民族 來搞好關係啦 然後這個北部 北部這些普什圖 或者是巴塔這些人啊 這些人恐怕巴基斯坦政府 也沒有辦法完全掌握 所以這個我們現在還在講 巴基斯坦境內呢 還沒有講阿富汗 所以你就知道這一帶有多麻煩 這個 所以坦白說事實上我看到王毅在去中亞 在做一些穿梭外交 我覺得他也是很謹慎的啦 因為他知道這個地方 複雜到難以想像啦 比如說巴基斯坦 中國大陸上也出了很多力了 可是他還是糾結在他內部的很多問題 那現在發展上也有相當多的問題啦 不過就是說 我覺得發現這個不幸的事件 目前大概已經確定 葛州霸要願意繼續做 他願意繼續做 那巴基斯坦 我看到一個報導啦 就是巴基斯坦政府前後 說法也有點反覆啦 我跟你講啊 所以這個中國大陸也有點 就覺得好像 他們對於情報的掌握不是非常徹底 那可是基本上 中巴大概都站出來了 因為這個事情一定要處理 那處理完了之後 我估計這個工程還是會繼續進行啦 可是未來還是會不斷的碰到 我們所看到的說地方不滿運動 不滿的一些激進示意的 不斷的挑戰這樣